娱乐圈中有一些女星,她们长得很美,古装扮相也不丑的,却缺少古韵而经常产生违和感。 以下五位高颜值女星,被网友们称为假古装美人。 杨颖,85后顶流女神的杨颖,早年那模时期颇有娇媚混血感,逐渐成熟后也一直被誉为是内于颜值天花板级的人物。 不过杨颖也有一个古装印商,她的脸太有现代感,虽然每次的古装造型都不难看,但总觉得有些违和感,没有那种古韵美。 迪丽热巴,浓颜系大美女迪丽热巴,她的现代装和红毯造型都很惊艳,也有不少出圈美照。 不过热巴的五官比较立体深邃,线条较为硬朗,所以在古装扮相时就少了那种温玩古典的气质,被不少人吐槽过她古装扮相有些难像。 此外,热巴在这部剧中也是美眼妆容太现代风,一抹红唇走天下的感觉,少了古典装造的精致感,总给人一种抑郁感, 因此也是还没开播就遭到一众网友的疯狂吐槽。 张雨希,张雨希的五官也是比较深邃立体的,她是典型的瓜子小脸,所以现代装造就显得人很精致好看, 但当她在古装剧中,就显得有些网红脸了,而且她的不少古装妆容都透着一股现代网红感, 不管是口红还是眉毛,都是违和感十足。 纳扎,同为新疆美女的纳扎,她和热巴一样也是抑郁风的大美女,现代装造型都美得惊艳。 可一到了古装剧中,纳扎的美就显得微糊了,再加上她毁容式的演技,所以时常遭到网友们的吐槽。 周冬雨,周冬雨在90后女演员中绝对是出众的,不到30岁就拿遍了各大奖项。 她的可塑性强,有灵气也有天赋,碰到合适的剧本,自然一飞冲天。 可是把她放到古装剧里,却完全失去了味道。 她的脸型和五官都不出众,太过平淡的长相,就算有妆容加持也无法挽救。 再者,她的身材太瘦小,没有曲线,更穿不出古典美。 再看气质,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小妞气质,一种静静的感觉,哪有仙女的柔美呢? 蜡木杨子,不过,她的形象到了古装剧,的确有些另类。 2021年,蜡木杨子在《御楼春》中饰演吴月红,这是一个高门贵女,将居之女,后来又嫁入孙府,一生荣华富贵。 在整部剧中,蜡木杨子的造型都偏向喜感,露出大额头,画着弯弯的眉毛,像年画娃娃,有可爱之感,却无华贵的气质。 若是梳起棋盘头,故作优怨,更像是宫里的妈妈或长屎丫活之类的。 若是女扮男装,更无风度翩翩之感,只剩下表情包,蜡木杨子演喜剧人是出色的,但是眼高门贵女少了点气韵。 娱乐圈美女众多,但是符合古装美人标准的却不多,古装扮相好看的女明星,一般都是脸部线条流畅,五官精致小巧,皮相和骨相都要美,眼神柔情似水,整体气质优雅端庄。 除了面部五官外,对身材的要求也很高,因为古典服装繁杂厚重,稍微圆润点的身材都会显胖,一定要骨架小,身形纤细,同时又要有肉感。 虽说如今的美人不如以前有辨识度,但是仔细搜索,近十年来还是有令人惊艳的古装美人。 刘亦菲,刘亦菲是为古装剧而生的,初到那几年,她饰演的王羽燕小龙女赵灵儿,一个比一个灵动。 时隔16年,35岁的刘亦菲再次出演古装剧《孟华路》。 经过岁月的洗礼,她吞去了年少时的青色感和婴儿肥,五官更加舒展,整体气质越发端庄成熟,古装扮相仍然出挑。 刘亦菲的古相和皮相极佳,淡妆浓膜总相宜,淡妆时有清新脱俗之感,浓妆时有妩媚动人的味道。 隔大脸型,白里泛红的皮肤,镶嵌着一双透亮的杏仁眼,一瓶一笑都涉人心魂。 头发放下来,长发披肩,眉宇间有几丝阴气,倔强的嘴角和眼角,柔美中带着刚强之感,让人生味。 刘亦菲的身形瘦削,骨感和肉感都有,她的溜肩在平时穿礼服是不够完美,但是穿古典服装却是恰到好处的,甚至多了几分婉约之美。 人道中年的刘亦菲,除了些许法令文,看不出太多岁月的痕迹,皮肉紧致,自然灵动,没有任何僵硬之感,岁月从不伴美人,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吧。 刘诗诗,刘诗诗早期的古装扮相,像龙奎,新十四娘,尹双双等角色,她的美貌出显,但是略显稚嫩,眼神缺少韵味,距离风神还有差距。 到了2011年的步步惊心,经过岁月的沉淀,刘诗诗身上的美被最大程度激发了出来。 那一年刘诗诗24岁,少女初长成,俏皮灵动,楚楚动人。 十年前的电视剧,还没有滤镜,装造也不如现在,在粗糙的质感下,更能看出演员本身的气质和相貌。 刘诗诗从小练习芭蕾舞,在舞蹈的熏陶下,让她的身形挺拔舒展,穿上古典服装别有一番风味。 她的长相和刘亦菲是一挂的,都是鹅蛋脸,配上精致小巧的五官,自带温柔端庄感,静如厨子,动如托兔用来形容刘诗诗在恰当不过。 二十几岁的年龄,胶原蛋白满满,眼神澄澈,灵气十足,可爱至极。 刘亦菲身上的气质脱俗,给人天线的距离感,但刘诗诗更像跌落凡尘的仙女,多了几分亲和力。 杨幂,杨幂是靠古装剧走红的,从早期的王昭君,聂小倩,雪剑到后来的秦川,秦雪,她的古装扮相总是令人惊艳。 哪怕服装艳俗,妆容不够精致,也能看出杨幂身上的美,她的美或许不如刘亦菲和刘诗诗那么飘逸,但是她有自己独有的气质,倔强中带着独立,独立中带着俏皮。 有时候像刁蛮公主,有时候又像林家女孩,让人想靠近想了解,若是严肃起来,她身上也会散发出几分忧郁端庄的气质。 杨幂的长相胜在那张小巧的方圆脸,配上复古的发际,明艳活泼又大气,一直以来,杨幂被人惊惊乐道的造型更多是现代的,古装扮相却显少被提起,根本原因在于她身上温婉的气质不多,那双大眼睛透着的是野心和强势。 这些年,杨幂经历了结婚生子,离婚绯闻,又从女主角变成背后的大老板,事业上的步步高升,生活上的浮浮沉沉,让她的气质大变。 最初的灵动可爱没有了,取而代之的是犀利和运筹帷幄的强大,再者,一直没进步的演技,也让她常常被诟病。 赵丽颖,在《85后小花》中,赵丽颖是一匹黑马,从一开始被嘲讽吐气,被认为不适合当女主,她却打破了世俗的框架,一路高歌猛进,不仅颜值气质提升了几个阶梯,而且成了演技和流量并区的实力派演员。 作为一个飞客般出身的演员,也没有名校背景的光环,能走到现在本身拿的就是大女主剧本。 软萌甜美的长相,穿上古典服装竟然毫无违和感,赵丽颖虽然是方圆脸,但是她的脸很小,肉感很足,配上那双圆圆的大眼睛,甜美感十足,但又有独立倔强之感。 赵丽颖年少时的气质有吐气,但是随着时间的积淀,她身上的清冷感出来了,素雅的妆容,又增加了温柔和端庄质感。 她是典型的可甜可言的女明星,演得了少女的稚嫩,也能演为人妻的成熟稳重,只需去掉其刘海,配上滑贵一点的头饰和衣服。 赵丽颖的脸很有肉感,但盛在立体的五官,中胡了脸型的甜美,有古典的温柔,也有强烈的辨识度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赵丽颖脸部丰满的软组织退去,加上生活历练出来的干练气质,让她可以轻松驾驭各种类型的角色,而且没有攻击性,自带观众缘。 简田,景田有人间富贵花之称,她的长相的确挑不出什么瑕疵,可淡脸,高鼻梁,大眼睛,净显圆润贵气。 景田也是淡庄浓膜总相仪的女明星,淡庄时甜美可人,浓庄时肤白胜雪,经过京城,男装半相时,她眉宇间的阴气流露出来,别有一番风味。 景田的身材前凸后翘,风雨圆润,穿上古典服装,将唐朝美人的样子刻画得恰到好处。 此外,景田身上自带一种氛围感,表面看似纯净美好,温柔如水,细细品味是沉稳大气,平和智慧。 景田的美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,年龄越大,她骨子里的韵味越足,反倒年轻时没那么惊艳。 关键在于她的骨相很好,挂得住肉,不会让胶原蛋白过早流失,再者岁月的积淀,让她的气质越发成熟,也就越符合富贵花的特质。 秦兰,穷瑶曾称赞秦兰秦兰一滴泪,天上一颗星,足以可见她的长相有多动人。 秦兰是典型的圆脸,但下巴却很尖,削弱了圆脸带来的顿感,同时她的眼睛很大,鼻子立体,整张脸十分完美。 按道理说,秦兰的长相在古装剧里是吃亏的,因为脸和头不够小,很难展现出美感。 但秦兰是个例外,她身上温婉端庄的气质,实在是太适合古装剧了。 秦兰的台词语气很温柔,表情管理恰如其分,她越是那么美那么好,越是让观众对角色产生强烈的代入感。